你们是安国公府的人 我是安国公府如今当家之人 公子便是救了我孙媳的贵人吧 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现在还活着 只是腹中孩子只有七个多月 又受了惊吓 胎胃不正 血崩之下 情况危险 我刚才让人告诉你们的话 还记得吗 若有危险 你们要保大还是保小 当真 不能两个都保住吗 事少 哪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情 你们尽快选吧 多久了 一个也保不住 安国公夫人脸色煞白 他想起战死沙场的安国公 想起死在战场的三个儿子 想起府里没有男丁的凄凉 他紧敏着唇石浑身发抖 片刻后说 宝大 母亲 不必多说 事情加入国公府 本就委屈 当初安儿病重 换作旁人 这婚约早就所费 但是事情却依旧守着婚约入了国公府 送了安儿最后一程 如今又是因为廖家才如此涉险 我们廖家 我们廖家 无能赴他 可是孩子 那妇人知道他们对不起儿媳 可是那是他们廖家唯一的血脉了 公公 夫君 几位哥哥全死在了战场 安儿也已经病逝 要是没了这个孩子 安国公府就此绝死 就当我们廖家命该如此 都怪我 都怪我 是我没护住国公爷的血脉 是我该死 少夫人明明好好的 是我没拉住那风马 没救下少夫人 是我害死了小公子 真要宝大 宝 你们倒是没有辜负廖少夫人 公子 行了 别删了 本就长得不好看 再删 这张脸真的没办法见人了 廖少夫人暂时保住了 母子俱安 生下了一对双胎 皆是男孩 我也不是故意吓你们 只是剖腹取此 如同黄泉走过一遭 廖少夫人方才险些死在了里面 而她之前醒来时第一时间 就求我保住孩子 不必管她 女子艰难 我只是想要知道 她这么做 值不值得 抱歉 刚才吓着你们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的 世晴是个好孩子 她是个好孩子 谢谢公子 谢谢公子 你们也别谢我 廖少夫人眼下的情况不大好 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 可是能不能活下来 还要看接下来两天 她伤口会不会感染 这两天她不能离开杏林堂 不能挪动 你们得留人下来 照顾好她 每日替她清理身上 伤口伤的事情 方大夫都清楚 你们可以问她 而且就算熬过了这一次 接下来一年 她都要好好休养 这一次生产 她气血大耗 几乎没了半条命 往后也会留下体弱之症 至于那两个孩子 因为都不是足月生产 而且在母亲肚子里 又受了损伤 所以身体很弱 必须精心照顾着 丝毫插尺都不能有 特别是其中的弟弟 出生时 其实已经断了气 被强行救了回来 也未必能够养大 不过只要能安稳 将他们养过三岁之后 再配以药膳 让他们慢慢开始锻炼 强身健体 等到长年时候 应该就能如同常人一样抗剑 虽然不能和安国公一样 争战沙场 可是读书席字 走个文官的路子 却还是没有问题的 多谢公子 今时说非是您救了世情母子 我廖家至此绝后不说 就连世情怕是也保不下来 不知公子贵姓 您对廖家有大恩 我廖家上下都欠您一个人情 云素音原本是不打算告诉旁人自己的身份的 不过转念一想 等他离开慕恩侯府之后 他将来说不定还要靠着医术吃饭 我姓云 不过你们如果有事 可以到西卓向林家来找我 我舅舅是林荆叶 你是 老夫人自己知道就好 我家中不惜我这段时间在外露面 所以还请老夫人替我保密 免得我祖母他们知道 又得寻我麻烦 廖少夫人和小公子都还在里面 你们进去看他们吧 接下来的事情 方大夫已经能够处理了 我留下药方也该回去了 你放心 今天的事情 我不会告诉旁人 只是刚才的话 依旧算数 我廖家上下 欠你一个人情 将来 你若有用得到的地方 你尽管来安国公府找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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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